欢迎来到科学思语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微学习视频 人体解剖学 人体解剖学是对人体结构的研究 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学科 分为许多不同的子领域 人体解剖学的一些主要子领域包括 大体解剖学是对人体结构的研究 因为它可以用肉眼看到 显微解剖学是使用显微镜研究人体结构的学科 系统解剖学是按器官系统研究人体结构的学科 区域解剖学是按区域研究人体结构的学科 发育解剖学是研究人体从受孕到出生的发育过程 比较解剖学是研究人体与其他动物在结构上的一同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基础科学 对许多其他研究领域至关重要 包括医学、护理、物理治疗和职业治疗 它也是了解人体如何运作 以及如何保持健康的宝贵工具 主要器官系统 人体有许多不同的器官系统组成 一些主要器官系统包括 外皮系统是皮肤及其相关结构 肌肉骨骼系统是骨骼、肌肉和关节 神经系统是大脑、脊髓和神经 内分泌系统是产生激素的线体 心血管系统是心脏和血管 呼吸系统是肺和气道 消化系统是口腔、胃、肠和直肠 泌尿系统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尿道 生殖系统是参与生殖的器官 每个器官系统都有特定的功能 对身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 例如外皮系统保护身体免受环境影响 肌肉骨骼系统允许身体运动 神经系统控制身体的功能 内分泌系统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 心血管系统将血液输送到全身 呼吸系统为身体提供氧气 消化系统将食物分解成身体可以使用的营养物质 泌尿系统将废物排出体外 而生殖系统则让身体进行繁殖运动中的人体 人体能够进行范围广泛的运动 不同器官系统的相互作用使这些运动成为可能 例如当您走路时 您的肌肉会收缩以移动您的骨骼 然后您的骨骼将这些力传递到地面 从而推动您前进 您的神经系统协调这些运动 而您的内分泌系统提供为它们提供动力所需的能量 人体是一台神奇的机器 能够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 重要的是要了解身体是如何工作的 以保持身体健康和正常运作 人体解剖学是了解人体及其运作方式的宝贵工具